每天会点听身边的金融启蒙老师 我是Lulu 不管是在万货市场还是其他金融市场 技术指标一直是交易员之间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它是一种人们为了研究价格走势而创造的指标 通过研究分析历史信息 对原始价格波动进行数学处理 用来更好的观察 一定时期内会价波动趋势或者是乖离率的情况 技术指标不能预测未来 但是可以把握当前和当下价格波动的趋势 判断市场的走向 判断买卖点 多空力量变化 对做出交易决策起到辅助作用 金融交易员大多需要参考一到几种较为熟悉的指标 熟练的运用在日常的交易当中 而外汇交易中较为常用的指标有 平滑一同平均线 MACD 均线 随机指标 KDJ 以及布林黛指标等等 本节内容呢 我们将带领大家详细的了解MACD指标的历史 以及使用MACD指标 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 一 技术指标之王 起源于均线系统的MACD指标 MACD全名称为平滑一同平均线 是一种准确率极高的趋势判断指标 1979年 美国人杰拉德和弗雷德 在股市交易系统当中 首次提到MACD指标 1986年美国人托马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之上加入柱状线 这才完善为如今常用的MACD指标 通俗的来说 MACD是从双指数移动平均线发展而来的 在技术分析领域 由指标之王的美誉 它利用一根短期移动平均线和一根长期移动平均线之间的聚合与分离状态 对买进卖出时机做出研判 也常用作研判价格变化的强度和趋势 整个MACD系统由DRF线 DEA线 红色柱线 绿色柱线 零轴这五部分组成 而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指示含义 比如DRF交叉 DEA上行 可能预示着行情从下跌趋势转为上升趋势 红色柱线逐步缩减 而绿色柱线由短到长 可能预示着行情由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 此外零轴通常用来区分多头或空头行情 一般认为在零轴之上是多头行情 零轴之下是空头行情 除此之外 零轴也是很重要的变盘的点位 大的行情启动 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 不管是大周期还是小周期 基本上都是从零轴附近开始启动的 具体来说MACD是由三次平均两次相减得到的 比如快线DRF是两次平均和一次相减的结果 我们根据常用的参数 DRF等于EMA12-EMA26 也就是快线是最近12日的指数平均值 和最近26日指数平均值差的结果 慢线DA是第三次平均的结果 慢线DA是对快线DRF的再一次指数平均 其计算公式为DA9等于前一日DA9乘8分之10 加今日DRF乘2分之10 柱状体是最后一次相减的倍数 MACD的柱体是快线和慢线差值的两倍 也就是DRF-DEA乘以2 那么如何在我们常用的MT4上运用MACD指标呢 首先我们在MT4的菜单栏选择插入 技术指标 震荡指标 从中选择MACD即可 随后右键点击MACD指标的窗口区域 选择MACD指标的参数设置 如图所示 参数多设为12 26 9设置 也就是快线周期选12天 慢线周期选26天 MACD的平均天数选9天 在绘制的图形上 DIF与DEA形成了两条快慢移动平均线 买进卖出信号也就决定了这两条线的交叉点 很明显MACD是一个中长期趋势的投资技术工具 虽然MACD指标几乎是日常教育当中最常见参考的一种工具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几种MACD指标的不完美之处 一 MACD指标有些延迟性 日线级别当中的MACD指标并不适用于短线操作 为了弥补这个劣势 短线操作者可以参照15分钟级别或者是60分钟级别的MACD指标做出判断 第二 MACD指标稳定性高 可以在周期较长的期间内给出相对稳定的买卖信号 因此中长线投资者可以参照MACD指标来开展具体操作 三 MACD指标在价格大幅震荡的行情当中意义不大 在中长期的上涨或者下跌行情中 投资者使用MACD指标会比较有效 但是在价格大幅震荡的行情当中 MACD指标对投资者的操作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当然以上只是简单的介绍了MACD指标的使用方法 如果我们把MACD指标出现的买卖点 结合其他技术分析指标来应用 甚至可以达到99%的准确 下一节我们将从更加深入的视角来学习MACD指标的使用方法 好的 每天会一点 今天您学会了吗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